中秋将至,月饼飘香,各种口味,不同造型的月饼缤纷亮相 有人独爱娇严五人,有人心仪,柠檬知识 传统月饼与当地饮食习俗相互融合,派生众多美味 近日,中国新闻社记者走访了月饼生产厂家和百货商店 月饼又称月团、小饼、丰收饼、团圆饼等,象征着团圆和睦 月饼种类有广式、京式、苏式等 中秋节吃月饼和赏月是一种传统文化习俗 制线、制皮、包线、烘烤、包装 在南京贯生园的生产车间,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月饼的制作工序进行生产 面对月饼市场,老字号在坚守传统的同时,也在谋心求变 努力开辟月饼经济的全新赛道 不少商家选择了新媒体进行直播带货 正在直播的小伙名叫罗景涛 他是该家企业的一名员工 镜头前,罗景涛和同事利用直播的方式为自家商品代言 今天是大四高毕业 然后从事这份工作是因为大三的时候我分小方向专业课 然后选的是直播电商这个方向 大方向我原本学的是波音主持 大三下的话就开始逐渐到行业去实习 然后到现在大概说一年多的工作经历 然后毕业之后也顺其自然的从事这个行业 然后后来通过自己的主播这种直播的过程中就发现 这个就是说首先在这个工作过程中 你还是能感受到很多的这种成就感 我们现在线上的整个电商团队大概有60个人 然后负责月饼项目的大概有15个人 然后这里面有主播运营、编导、厂控 我们大概开了两个直播间 在多个渠道都有直播销售南京关心园的月饼 包含苏式麻椒盐月饼 还有红豆沙Q星、紫薯Q星 还有这样年轻人比较喜欢的黑松露奶黄这样的月饼 不少月饼商家既保留了传统口味 又兴添了年轻人喜好的品种 临近中秋节 记者了解到 江苏多地推出了众多特色月饼 有香青菜月饼 鸭血糯月饼 药膳月饼 还有目前最潮的悟空月饼 今年的月饼市场 低糖健康口味的月饼受到人们的追捧 再加上国潮元素的包装设计成为主流 为了应对2024年的中秋季 携手黑神话悟空 推出年明中秋礼盒 齐天南月 这次双方的跨界合作 有着高度的文化契合 使中国传统文化与记忆的创新融合 艾满告诉记者 他们利用了3D技术精准建模 确保月饼模具 能够精准捕捉游戏中角色的神韵与精髓 造型精美逼真 在看完赛? 在看完赛? 在看完赛?